我們今次是講到知覺論 這個主題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它會幫助知覺自己 和協調自己 而且會跟別人溝通 和幫助人跟我們溝通 我們現在其實都是一直在講 輔導人員 是幫助大家能夠使用我們的生命去幫助人 我們不要想著自己一定要做輔導員才是輔導的 我們有時傳呼音和人聊天 聆聽人 帶領小組 一對一幫助人 或者傳呼音 全部都需要輔導的技巧 這個知覺論 我首先想解釋一下是什麼 Awareness Will 它的重點就是我們認識我的理念 這是一些人他們心理學家的研究 他就發覺人的理念 我們所表達出來的內心世界 和表達出來的有五個 就是 首先 I do 左邊 I do 就是我的行動 可以是 過去 現在 和 將來會做的 將來會做的 即是 將來會做的 我們要分清和 I want 是不同的 譬如 例子 我會明年和你結婚 和我想和你結婚不同 有些人都說 我想和你結婚 我常常是想 你就是想 那你什麼時候行動呢 我會什麼時候和你結婚 這個就是 I act 是將來的行動 和I want 是不同的 I want 我想 想是一定會做的 如果有人揭調 他想 他就會做 好 我行動 接著 我 sense sense 是包括 看到的東西 聽到的東西 聞到的東西 摸到的東西 總之 任何的 感官所感覺到的東西 I think 就是說 我的信念 我的想法 我覺得是這樣 或者以為 這個可以是正確不正確的 譬如好像很簡單 好多人說 沒有神的 我覺得沒有神 他是錯的 思想可以是錯的 譬如說 對於一個人 這個人騙我的 他可能猜對 又可能猜錯的 這個是I think I feel 就是我的感受 我們說過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就是不同的內心的感受 開心 憂愁 憤怒 羞恥 內疚 以及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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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受傷害 I want 就是我想 我想 我想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要有 我想做的東西 我想有的東西 都是I want 我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 如何協調 我形容一下 給大家知道 我們內心世界 有一定是這五樣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 從小到大看到 有些人讀書 讀得好 有些人讀書 讀書有前途 有些人不讀書 所以他們沒有前途 假設一個人 這樣 I sense 我看到 這個人不讀書 結果後來怎樣 我讀書他怎樣 他可能也看到 有些人讀書 之後又不好 都可能 I think 他達到一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 讀書是好的 於是 I want 我想讀書 不過他的感覺 到底是否協調 可能他 我只是覺得很悶 我不開心 我很煩 我想 我想讀書 不過他總是讀不到 因為他經常都感覺 不是那麼好 他的行動是什麼 他回學 不過他不留心聽書 又不做功課 他想 但他沒有行動出來 所以裡面不協調 其實很多人都是 你想不想 給神使用 想 I want 想多少 每個人不同 想多少 OK 他說 我覺得 世界末日就到了 所以我應該要 視風神 我 sense 看到各樣的資訊 新聞 知道世界末期近了 很多災難 於是 行動 但是他因為他的感覺不好 他的感覺就是不開心 或者自卑 我沒有用的 人人都不喜歡我 人都拒絕我 所以我做不到事情 他的感覺不好 他的行動 未必是向著方向去的 而很多時候 人 你會發覺裡面有矛盾 我想和你溝通 但是他不說話出來 我想不想家庭好一點 想 不過他又不跟家人溝通 不跟配偶溝通 結果婚姻始終有問題 他想 他又想 思考配偶 或者壓力 或者想和他溝通 但是他的感覺 是不好的 他覺得 可能他有點阻滯 於是他think 他think什麼呢 很難跟我太太溝通 因為他很容易懵疹 所以他有這個thinking 這個thinking 他同時想和太太好 但同時他又覺得太太很難溝通 於是他就做不到 他的action是做不到 就是說我們認識的人之中 你發覺很多人 他想就想 不過總是沒有做 這個就是我們認識裡面有沒有協調 而當我們了解我們的內心世界 如果一個人了解內心世界 而我們的思想是正確 這個很重要 正確 我們基督徒來說 我們知道這個神是真的 我知道他真的會祝福人的 我有這個堅持的信念 我感受到那些人真是愛主的 真是得到神的祝福的 那些不愛主的有很多煩惱的 我又感覺到 有些人就少了這個部分 他不感覺到喜樂在神裡面 所以他雖然想侍奉 但他總是做不到 我們如果說 我知道 我think 我知道了 我知道因為我不懂得親近神 我不夠投入 所以我就感受不到喜樂 所以我已經影響了我人的喜樂 那我又想能夠經歷神更多 於是我就會行動 我就會付出時間祈禱 學習如何投入 那時候我就更加感覺到喜樂平安了 其實這些事都需要協調的 他一個人說愛神 但他當然覺得 又要祈禱又要看聖經 覺得很重 很煩惱 那他那個feeling 不是好的時候 就不協調的 那麼我們越是協調的人 越是協調的人 就越是做到自己 心所想的事情 而那個thinking 對的時候 thinking就像個陀 一個方向 一個方向 向正的方向 而我管理好 所有我的不好的feeling 那我的行動就會達到那個目標 那這個就是人生 原來那個協調是非常之重要 那所以我們首先 認識我們自己 認識我自己 我的 就是我觀察到一些東西 我會下什麼結論 有些人他觀察到一些東西 他經常都下個結論 就是說 沒有人愛我 沒有人喜歡我 我是沒有用的 他經常下這個結論 這個thinking 他感受到一些人 有些人對他不好 他又同時感受到一些人對他好 但是他會選擇性 選擇性就是 那些對我不好的人影響我 所以我現在我不開心 不開心的時候 他明明想做的事 總是做不到 其實人很多時候 一會兒想 一會兒不想 還有這些 所有的五樣東西 不是時事一樣的 有時候想些 有時候沒有那麼想的 那我們知覺到自己 我們就學習去建立 我在哪裡有阻滯 然後跟別人溝通 溝通 有意義的溝通是怎樣 有意義的溝通就是 跟對方能夠溝通內心世界自己的行動 基本上很簡單的 最基本的溝通就是行動 很多夫妻都不肯溝通行動 即是丈夫去哪裡 她不肯說 因為她不想太太知道她去哪裡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溝通我們自己去哪裡 做什麼 都已經是一個建立關係 這是第一件事 我感受 現在我講到溝通了 譬如我見到你 你見我回來 你就很開心 我感受到了 我見到 我一回家你就很開心 那我就 我就覺得 我覺得你是很喜歡跟我一起 那我感覺很開心 我的想法就是 你對我很好 所以我很想跟你更加有好的關係 這個就是建立關係 很多人溝通 他不會說 我見到你就很開心 我見到你笑我就很開心 你笑得很燦爛 這個就是回應這個人 我看到的東西 但很多人溝通就不是說這些 說別人 說別人 說別的東西 所以 別人不知道他怎樣的世界 如果我們越能夠將自己內心世界溝通出來 就越能夠跟別人建立關係 那也都可以引路人 因為很多人是 世界是混亂的 他想的跟他行動是不協調的 於是他的感覺也不協調的 所以他是很難跟別人溝通 但是 就是說不出來的 有時候我跟別人溝通 我都會問 我說 你覺得怎樣 你想怎樣 你在想什麼 他要想很久才能說出來 因為他本身 他都不知道自己怎樣 於是不能夠說出來 好了 講到這個知覺論 就是Awareness Will 就是一個知覺的論 這五樣東西 是需要練習的 練習到這五樣東西 隨時人家一講 立即知道有什麼 我們今天就會做這件事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每個星期會停一次 日後就會將它合起來 怎樣合起來 用呢 譬如說 我覺得你們很愛主 所以我跟你一起很開心 這個就是 大家聽不聽到 我覺得你們很愛主 我看到你們很愛主 要投入愛主 我覺得你們是愛主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很開心 我感受到了 我看到你們很愛主 看到你們投入敬拜 我覺得 think 覺得你們是愛主的 所以我feel happy 所以我更加想跟你一起 就是將那些 五樣東西可以混合在一起 用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溝通 人家就會很明白他的內心 他知道 為什麼你開心 為什麼你不開心 我們都能夠告訴別人 為什麼不開心 那個人明明愛主 但是他的表現不是愛主 我心裡面有些為他擔心 我們能夠說出來 雖然我們應該處理這個擔心 不過他講得出來 為什麼你當時有擔心呢 我現在就介紹 知覺倫的作用 能夠幫人和人有意義的溝通 有意義的溝通 就是說三姑六婆 說電視電影 那些是沒有意義的溝通 這些是分享我們的內心世界 我們需要知覺自己 包括我們的行動 思想 知覺 意向感受 那五樣東西 我需要知覺 能夠分享 自己的行動 以及能夠聆聽別人的 這五樣東西 一方面我溝通到 另一方面我聆聽的時候 我發覺他 不能夠說出 他內心的一些問題 我用一個例子 有兩個人在猛吵架 兩夫妻吵架 你什麼什麼 很多事情 你不陪我 OK 其實他可以說一句 我想你陪我 但他不會用這個方法說 他就是 你又不陪我 你又不記得我 你又不關心我 他就覺得 我投訴 會有更有效的方法 但其實他可以說 你陪我 我很開心 我很想你陪我 這個可以表達出 不用去吵架 其實很多時候 人的關係 能夠說得出 他的感受 他想要什麼 他的想法 人家就會明白 他就能夠跟他溝通到 好 好 相對地 很多人溝通是關於其他人的事 這樣溝通 並不能夠幫人明白他的 也沒有真正的連繫 跟人沒有真正的連繫 也沒有親密的朋友 如果我們想跟人有意義的溝通 需要學習 分享自己 也要聆聽這五個範圍 那個人所說的 就是留意到一聽 立即分辨到了 而聖經說 用愛心說成實話 愛心就是 愛心首先發自我們的信念 我相信神是很美善的 神是愛我們的 人是寶貴的 由我的行動 愛心是屬於行動 也有感覺 我對人有一種關心的感覺 有一種關懷的感覺 同時我是有行動去愛他 我想去愛他 所以我們基督徒是需要學這五樣東西 我剛剛已經講完這五樣了 OK 這裡詳細再解釋一下 我認為 右邊可以包括思想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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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有時候假設 我覺得他們是騙人的 他們是利用人的 這是一個假設 其實他沒有證實的 他覺得他是在騙人 利用人 或者信念 我們信耶穌 信耶穌也是有原因的 有些人的原因可能是 我feel good 我敬拜覺得很開心 這個不是錯的 但有些人會有清楚的 客觀的證據 知道神是真的 或者是解釋 為何我會信耶穌 這個解釋也是一個信念 感受 我們都學過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和 hurt 那頂部 我察覺 我觀察到 或者我形容那件事 我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事實 我行動 就是我 會做的事 我活動 我計劃 我答應 我答應你 我明天會來 譬如有個人說 我明年跟你結婚 這是一個答應 雖然他未必真的做 但他起碼說我會做 但他說我想跟你結婚 他經常說我想 可能永遠都沒有行動 然後I want 我意圖 我想做 我想要 還有我想有的事 OK 好了 這裡有一些例子 我行動的例子 講出過去現在 將來的 譬如說 我昨晚睡了兩個小時 那 講這個有什麼意思 有意思的 因為他可能很累 他就告訴他 我昨晚睡得很少 所以我有點累 人家會明白 這也是溝通 不是人家不知你做什麼 他以為你生氣了他 有時候會這樣 你看到人家 總是頭呆呆 眼濕濕 又不看他 他就以為你今天生氣了他 今天你不開心 但其實不是不開心 我只是昨晚睡得很少 這就是一個溝通 所以我現在需要休息一下 人家不會以為你偷懶 就是告訴他 我現在是休息一下 兩個小時後 我會幫你 我現在不行 我現在兩個小時後 我會幫你 這是一個我將會的行動 我今年會入讀實行語 這就是我會行動的 我答應了你 我就會做了 這就是行動 我現在答應你 我將來會做的 好了 將來的行動和意向是不同的 將來的行動是承諾 承諾將來會做的事 意向是說我想做的事 並沒有答應會不會做 或者什麼時候做 譬如說我想找你 有些人經常都說 我想找你的 那你當然問 那為什麼你不找我呢 我想找你 就是想而已 沒有真的行動 但我明天找你 那這是一個答應 雖然他說明天找你 可能有時候會失敗 但起碼他說的是一個行動 我明天會找你 我想和你結婚 還有我明年和你結婚是不同的 明年結婚就是一個行動 我 sense 就是我感官器官所察覺到的 我看到你笑 我看到你很開心 我看到你睡覺 我看到他在做事 我聽到他在笑 聽到他哭 聽到他呼喊 在嘆氣 我聞到香味 聞到香味其實都很好 其實大家有時候吃東西 聞一下是很舒服的 會帶來感覺的 出去大自然聞一下花草味 其實真的很好 神做的事是很好 聞一下BB味 你有機會看看BB 他有他的香味 人也有人的香味 我摸到這條布很滑 摸到一件事 我感覺船在搖 這些都是sense 以下的例子 替我們分清知覺 sense和思想 我看到你笑 這是知覺 我看到你笑 你看上來很開心 這是一個結論 你看上來很開心 他可以說 我看到你笑 我覺得你很開心 我看到你笑就是sense 我覺得你很開心是thinking 我們懂得分這五件事 分這五件事 第一就是了解自己 第二跟別人溝通 第三可以詢問人 亦都會幫我們思想更加敏銳 因為人越能夠分辨一些東西 他越能夠跟別人溝通 譬如他一看到爸爸就皺眉頭 我看到他皺眉頭 他的思想 你不太喜歡你爸爸 這是他的結論 可能不是 可能是 可能只是他當時 所以 這個未必是準確的 只是一時的他的表現 知覺和思想是不同的 知覺只是感觀器官的經歷和觀察 而思想是觀察之後達到的結論 他達到的結論未必是對的 譬如有些人很投入敬拜 但他未必真的很愛神 他只喜歡唱歌 這是觀察到他很投入 後來再看看他的生活 覺得他不是真的愛神 這是thinking 可能他也有愛神 不過愛多少呢 就不知道了 我認為 think 就是講出我的思想想想法結論 有些什麼結論 譬如我覺得 多數人都是 譬如有每個人的結論不同 有些人說 多數人都是好人 有些人說 多數人都是有不好的意圖 這是他的結論 假設他假設 假設他假設 有些人看到人 假設這些人都是欺騙人的 他們都是不可信的 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人假設人都是基本可信的 在某些範圍是可信的 所以有些人信人多些 有些人不太信任人 或者解釋為何我信這件事 因為什麼原因 好了 我覺得世界末日近了 這是一個想法 有一個結論 他想了很多事之後的結論 是一個信念 世界末日快來了 我覺得他不是說真話 是一個想法 也是一個結論 因為他聽他說的話 覺得他不是說真話 有一個假設 他假設他不是說真話 我信耶穌基督是真神 這是信念 也是一個結論 我覺得耶穌的預言 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 這是一個結論 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 我覺得他們不知醒 所以會遲到 這是解釋 為何他會遲到 我覺得是因為他不知醒 這也是一個假設 除非他看著他不知醒 我認為他很有智慧 或者很愛神 他認為或者想法 我們知道 我們也可以分辨 這件事是有證實 還是沒有證實 都可以看得到 譬如有一個人 他經常說別人欺騙他 他是有證實還是沒有證實 來判斷這個人 他的結論是根據事實 根據觀察 還是根據他的信念 根據他的感覺 個人的思想是基於個人的經歷 和對事情的看法 所以人對事物看法各不同 每一個人的結論是不同的 譬如有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聊天 不同的同學可能有不同的結論 有些人說他當然是商量做迫布板 他真的很負責任 可能他說他跟什麼人都合得來 但可能他說他對這個女生有興趣 這三個都是一個結論 也是假設 不過誰是真 需要揭曉 到底是哪個真 我們意圖 就是我想做的事 想要的事 想有的事 我想下個禮拜探望你 這個是我想的 行動就是我下個禮拜探望你 這個就是行動 我想 就是我想 我想去傳呼聲 我想買東西 我想有人陪我 旁邊的圖 我想吃蛋餅 我想你幫我 我想有份工 我想聽你的心聲 這是我想 小朋友說我想有個家 意向可以是長期短期 可以是普遍和狹窄 比如說我想學彈琴 還有狹窄就是我想今天練琴練多久 這個就是我狹窄的 普遍就是我想學琴 長期短期 有些人他我想多些傳呼聲 他可能長期是這樣 有時可能只是短暫 有時意向都混淆不清 其實這五樣東西都可以混淆不清 譬如有人 有時又想人同一齊 有時又想自己單獨 可能是兩樣同時的 你想陪你 好呀好呀 但待會他心裡想 我有些事做 你陪著我 阻礙我 可能兩種感覺同時存在 意向也有不同程度 譬如有時我們很想 很想見一個人 有時很想見 有時不很想見 這會隨著時間有改變 每一個都可以有混淆 有時我們因為道德羞愧 或者其他原因 忽略了我們的意向 但如果我們不能夠恰當處理 或者控制這些意向 可以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思想和行為 譬如有人想報復 他想報復的時候是一個危險的 他不處理的時候 他小的就是看到他跌倒就在那裡笑 看到他跌倒就不幫他 走開就當是看不到 這個想報復 嚴重的他真的計劃去傷害他 有些人上班說 同時把他的文件收了去 不知道去哪裡 有人是這樣 不見了去哪裡 嘗試罵他 為什麼文件經常不見 其實有人偷了 就是有人想報復 所以可以有很嚴重的後果 當我們知道我們想的東西 有些人經常在心中存著憤怒 他心想一些東西 但他沒有處理的時候 可以是一個問題 如果那樣東西是不正確的想法 他想發洩露氣 想找人打 想說謊 想偷東西 或者想犯奸淫的意念 我們需要知道自己有什麼意向 才能夠靠著耶穌得勝 或者我想達到什麼 我們靠耶穌達到 我們可以用以下方法 幫自己知道自己的意向 我們問我現在想要什麼 我想什麼 我們也可以問一下自己的五件事 我想什麼 我留意我的行為 到底我的意向是什麼 有些人經常都在抱 走下去 走下去 看看有沒有遇到人 想什麼 他想遇到人 想人陪陪他 但這個行動 其實未必達到的 或者他很悶 想去逛逛 他那個意向是很不清晰的 你到底想什麼 為什麼要打打給別人 有些人會想 但他又不是真的會行動 去做那件事 這就是一個混淆不清的想念 我感覺我的感受 當我們知道感受和說出來 就好過爆出來 譬如真的很生氣 有些情況 有一個人是適合說的 你可以告訴我 我看到這個人我很生氣 還有 我很生氣 是不同的 丟桌很生氣 是不同的 說出來 是說出來沒那麼生氣 說出來會抒發那個感覺 我覺得開心 興奮 可以溝通給別人聽 人家是會喜歡聽到的 我看到你 每次都很開心 我想大家都喜歡聽這句話 看到你我就開心了 有不同的感覺 又輕散 我覺得很開心 很輕鬆 很激動 或者不開心 這些是負面的 憂愁的 憂愁的 憤怒的 憤怒的 失望 這些人都會有的 真的有事情發生會失望 但問題是我們怎麼處理 六種基本的情緒 我們都說過了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就是開心 憂愁 憂慮 憤怒 懼怕 羞愧內疚 受傷害 感覺有時候混淆不清 譬如有一個人遲到的時候 我們可能很生氣 反正為何遲到 又可能開心 諸諸你出現了 不是失蹤 不是有交通意外 有時遲到別人以為你交通意外 或者很煩亂 哎呀 你遲了我們怎麼辦 我們時間不夠用怎麼辦 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都可以不同的感受 譬如媽媽買了蛋糕回來 有兒女很開心 有個不開心 因為她說了我不喜歡吃這種蛋糕 你說要買這種 我真的不吃 或者兒女不開心 因為我現在減肥 你又要買回來給我 感受可以不同程度 譬如很開心 和輕微開心 在裡面發出來的開心 有時候有些人過後才知道自己當時開心 或者不開心 或者煩惱 或者疾到 有時候有些人疾到人 他不知道 他看到有另一個人做同一件事 做得比他好 他就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呢 他不知道為什麼 我試過一次有這個經歷 那時候我開車去買東西 差不多到時候 誰知道我一去到 剛剛關門 那個人在裡面 我入手 他就不肯開門了 我回到時候 然後我走 然後我整晚都覺得悶悶不樂 後來想起 就是因為當時買不到東西 人都會有時一下失望 或者被人激 但我忘了想一下 為什麼我今晚不開心 原來就是當時失望 或者激氣 如果我們改變 對事情的看法 感受都會改變 譬如說 對一個人的看法不同了 就會對那個人的感覺會不同了 譬如說 原來他這麼為我們設想 原來他做這麼多事情 是秘密在幫助我的 他看到他就會開心一點 但是如果 他的看法 他騙我們 他的看法又會改變 原來 感覺會改變 我們的感覺 當我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的感覺是會不同的 我們一會兒會在小組分辨 分辨這幾樣東西 我也想再說回 就是 每樣都可以混淆不清 我再說回這幾樣東西 我看見他很投入敬拜 他可以是 黑眼睛睡覺 或者是 他黑眼睛很投入 或者你以為他跳舞 例如我去非洲 那些人跳舞得很厲害 但好像表演一樣 因為有時候我都不知道 他是表演還是敬拜 我都不太知道 於是 那個觀察也會不準確 有時候 憑觀察未必是準確的 思想更加是 人很多時候 因為政治 宗教 或者對人的看法 對自己的看法 都會經常混淆不清 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寶貴 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用 感覺更加是 感覺一時 很喜歡自己 有時候就不開心 有時候就煩惱 I want 也是 有時候喜歡一個人一起 有時候不喜歡他一起 有時候明明說了你一起 一會兒又覺得他很煩 或者我行動 明明說我想做什麼 但總是做不到出來 所以這五樣東西 同時我們都會發覺 裡面有混亂 我們現在會分開三組 第一組就是我太太Shirley 第二組就是Rachel 第三組就是Elsi 這組今次練習五樣 因為你熟習這五樣已經很好 怎樣熟習呢 首先帶領個人說 現在我們說I sense 看過些什麼 看過些什麼 那你就說這一類 如果說到不對的時候 可能其他人都可以回應 到底是不是講Sense 我們給五十元美金 就上兩天堂 兩天堂 分開不同的堂 去教我們 讓我們熟習 和將它運用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今天就是練習 基本這五樣 好感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